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本港的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就是公務員簽署宣誓聲明的期限 已經在上星期開始陸續戒滿 有多個政府部門都出現離職潮的情況 最新的就是有消防署和房屋署 而離職人士多數都是從事專業職系 至於第二宗消息就是有網民翻舊帳 原來工聯會的立法會議員麥美娟 曾經說過 說不滿意香港的人 一於快點要移民 不知道現在麥美娟有沒有改變到想法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先說說現在公務員離職潮的情況發展成怎樣 在房屋署方面 單是在今年1月 已經有7個人辭職 在去年 全年都是只有55人辭職 即是說 一個月內已經佔了去年1%的人數 而且這個辭職人數 其實就是按離職生效日期計算 換言之 在1月才提出請辭的人 未曾計算在內 可以說 到底這個宣誓導致有多少人離職 就要在未來兩三個月的數字 才能夠完全這樣反映出來 因為有部分的專業職 他們的通知期 是有三個月那麼多 除非提出辭職的人 是願意 交付一份代通資金 即時走人 如果不是 他也要做多兩三個月 才會正式離任 所以 辭職人數 就要起碼等到三月四月 才能夠完全 反映到實際情況 在這7個辭職的房署人員當中 有一人是屬於工程師的專業職系 當然這些人如果離任要移民的時候 去到外國進行銜接的話 他的專業資格 都是會用得著 所以 專業人士的流動性 一般都是會高一點 至於 一般的民職公務員 當然 其實在香港的私人市場 不是太過承認這些經驗 尤其是現在的市道 又不是那麼好 所以相信 離職的數字 已經受到了 經濟情況 所影響 如果現在是市道好的時候 相信 離職的人數又會多一點 都不出奇 現在 7個當中 有6個就不是工程師 即是 至於消防署方面 香港消防救護控制組 人員聯合工會副主席 陳傑薇 就說 以前 一個月可能只有 一兩個人 或者是兩三個人 離職 現在 一個月 已經超過了 10個人 離職 甚至有些做到隊長級的人 起身點 4萬多 頂身點 大約有10萬 隊長都有離職的情況 他透露 有員工擔心 宣誓 會影響到 申請移民 所以 趕在宣誓之前 提交辭職 有人甚至寧願繳付三個月的代通資金 都要馬上離職 也有人要申請提早退休 這是消防署的情況 也有消防員為了被宣誓 來趕辭職移民 另外 在招聘方面 原來 去年消防署招聘人員 是不達標的 在去年全年 部門正是請到217名消防員 和129名救護員 分別佔了目標聘請人數的 五成二和五成一 消防署承認 近年整體申請人數下降 和成功投考率維持在低水平 當中 體能和模擬 實際工作測驗部分 成功通過的人數 也是偏低的 所以 他們就搞了很多 促進投考的活動 吸引一些非華裔的人士 來投考 實際來說 由於 那些紀律部隊 有些人說同工不同酬 大家都做紀律部隊 為何做警察的薪金會高於消防員呢 消防員都是賺命博的 於是已經醞釀了很多聲音 之前 現在當然沒有這些聲音 所以投考人數方面低 其實都可以理解 如果他一心做政府工的時候 他都為了出糧 當然是選份高工資 無可厚非 因為有些人打工很簡單 就是要求新高糧準 以及夠穩定 所以為兩份工作擺在他面前的時候 他當然是選份高薪金 沒有為由選份低薪金 那麼愚蠢 除非說有些人要為理想 那就沒得好說了 當然 消防署現在說吸引非華裔的人士投考 看看他們又落到多少功夫去吸引 好了 現在離職潮的情況就出現了 有些網民翻舊了 找到麥美娟在去年就原來講過這番說話 在去年7月頭的時候 當時英國就已經公佈了BNO的計劃 就說準備要銜接到申請英籍 好了 當時麥美娟又怎樣說呢 他在Facebook做直播的時候就說到 說移民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美好的 但是就不會浪費教精那些想走的人 那些人當提醒就是腦點 不跌過又不知道會痛 每個人都要經歷過才知錯 他說既然大家都那麼不滿意香港 留在香港那麼難為大家 同時又那麼喜歡英國BNO的安排 一於快點移民吧 任由這些人在外國尋找所謂的民主和自由 這個就是麥美娟在去年7月頭的時候所說的說話 當時就只有英國說公佈了BNO有一個計劃 就未曾有其他國家說提供什麼救生艇 加拿大又未公佈 美國那裏也未公佈 他那時候就不知道是看死香港的人移民到去別的地方 或者是抱持著一種什麼的心態 他就好像 任得那些人你說走就走 好行格不送那隻 他的心態就是這樣 問題就是現在那些建制人士出來說的那些說話 又跟他說的那些話完全是不同的 那個方向 現在那些什麼張國均 范徐勵泰那些走出來說是說什麼 英國是現在處於一個水深火熱的狀態 他們展現出一種忽然關心香港人的情懷 總之那些人唱到英國是不行的 香港能夠融入大灣區的發展 是有無限機遇的 大概都是說這些 那些建制人士經常都是說這些 麥美娟當時說 你要走啊 那麼難餵你啊 那就移民吧 你說的其實是倒米的 因為現在那些建制人士 那個方向就是不想那麼多香港人走 你照他們所說的就已經是這樣 陳志思大概說的也是這樣 當時你還不斷在這裡叫那些人走 好其實就跟主旋律似乎就不太符合 不知道現在麥美娟還是不是遲住這一種想法 有些記者都可以去問一下 到底麥美娟現在又怎麼看移民潮這個議題呢 還是不是這樣來 趕人扯呢 說不滿意香港啊 留在香港那麼難為大家 你喜歡英國就安排一於快點移民吧 他現在還是不是這樣說呢 那些記者可以問一下他 喂 如果他那麼恨那些人走 不如你麥美娟又幫忙來爭取一下 那些移民去英國的人可以拿回強積金啦 是不是 你都說了不自在了 別人走你都不留他了 還叫人快點移民 那你應該給那些錢人的 一刀兩斷 那就對了 你都想他走了 他又想走了 那大家一拍即合 求人得人了 你就發運強積金給別人去英國那裏 用到夠了 是不是 還是現在又改變了個想法呢 麥美娟可以交代一下 他民選議員來的 是不是 好了 跟著我們又再說一下 統計署就公佈了一個數字 在去年 本港的人口就出現了下跌 就是17年以來的第一次 上次就說到2003年了 去年年底 香港人口臨時數字就是 747萬人 2019年 就是752萬人 所以就是減少了46500人 跌幅就是0.6% 特區政府 就下煞有介事地說 就說香港居民 以工作和讀書等目的 進出香港 在概念上就和移民是並不相同的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 人口的流動性一直都很高 即是他們想淡化移民這個因素 就說 有些人可能是公幹 或者是去讀書 即是去年你還可以這樣說 因為5加1也未出現 救生艇也未出現 今年其實就見真章了 如果今年的人口又再下跌的時候 你沒辦法再用其他借口來逃避 事實上就是出現了移民潮 當然要到年底再做統計的時候才知道 英國方面就估計 今年大概會有12-13萬人移民過去 如果你今年那個所謂單程證的 輸入人口也好 或者是這個專才輸入 是正常也好 但是你都保不回那麼多人 因為你單程證一天8-5個 你乘回一年的人數是死數 你就算加上那個專才也沒有那麼多人 所以 如果這個移民潮真的出現的話 應該今年的人口在年底的時候都會再下跌 到時候又看看特區政府到底有什麼原因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